你说实话 你真不嫌弃我 若兰 你是带给我幸福的人 但我怀着别人的孩子 若兰 你听我说 你放心 此两人可谓一对金童玉女 但是女生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似乎是对未来的婚姻生活信心不足 因为自己怀着别人的孩子 太怕被嫌弃 在那个年代 未婚先孕对于一般人 确实是难以接受 但是何非凡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高材生 思想想对比较开放 爱无极无爱美人 就要爱她和别人的孩子 谢谢 我会好好珍惜你给我的一切 若兰 你想要什么样的结婚礼物 嗯 我 我没想过 我一定要送你 一个非常特别 非常有意义的礼物 那你答应我一件事 说吧 这样我能做到 永远保守孩子的秘密 好 我答应你 你怎么现在才来 对不起 上次因为我的事 连累你被父亲关起了这么久 没关系啊 咱现在没事 你什么时候不要出去玩 和非凡可谓是一个弟弟道道的好人 结婚前戏来告别顶头上次的宝贝女儿 他明知道上次的漂亮的女儿 喜欢她可是 依然断然拒绝 如果摆在如今的社会 可能绝大多数的男人 都会选择上次的女儿吧 毕竟现在的社会压力那么大 不只是很多女人不想奋斗 很多男人也想少奋斗好多年 和非凡一个富二代的公子哥 可能是看不上上次的女儿 也不愿意脚踩两只船 在明知道女方喜欢她的情况 上演做不成情人 那就做朋友的大戏 恭喜你啊 何非凡 你终于心想事成了 一望 其实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所以 我们可以做医生医世的好朋友 对吗 对啊 我们要做医生医世的好朋友 我练琴的时间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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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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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教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愿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